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 C羅是一個任意球的高手 這當中也包括西埃威亞的球員 包括德赫亞 所以我們看在人強的擺放上 西埃威亞隊肯定是按照賽前的部署 落實到人和位置 所以人強的擺放沒有任何問題 第一個是1米89的布斯克茨 第二個是1米93的皮克 兩個人所防守的區域 正是德赫亞鋪救的最遠端 所以他們兩個這個站位 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問題出現了哪兒呢 不是出現在人員上 而是出現在站位的選擇上 我們再看一下 從德赫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人強站得稍微偏雷一點 如果再稍靠外半步 很有可能這個角度就不會留給西埃羅 西埃羅就不會劃出這個完美的弧線 正是人強當中這點微小的瑕疵 被之後西埃羅初次的腳法所給擴大了 它這怎麼擴大了呢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實際上在這個區域你會發現 常規的角度一般球員會選擇 第一個人強和第二個人強之間的 這個夹角 兩人頭部之間有77度的寬度 而這個寬度足夠一個球去穿過的 很多高手他會為了追求平快的球速 選擇從這個位置打過去 而這次呢 西埃羅沒事這樣選 因為他有更好的選擇 而這個更好的選擇呢 就會出現在這個弧線當中 我們再看 這個鏡頭當中有三要素 首先的一個要素 球速是非常快的 高達89公里 第二個要素就是皮克和布斯克斯 跳起來之後 達到了2米3 2米3是什麼概念呢 比姚明還要高3公分 所以他們的高度是沒問題的 第三個要素就是 西埃羅的弧線選擇得非常聰明 他選擇從布斯克斯的耳朵邊上 他們把球穿過去 為什麼選這個位置呢 常人都有一個本能的反應 球奔著面面而來的時候呢 一般人會躲 而球員呢相反 要主動觸球嘗試解圍 但是這樣會冒一個風險 那就是球速快 人的動作慢 而導致你動作慢了之後 發生折射 反倒彈到門裡邊了 另外一個 在這種位置上穿過去之後呢 很多時候會讓這個球員的動作 防守學員的動作呢 是錯不及防的 所以我們看 布斯克斯也做出了一個 甩頭嘗試解圍的動作 但是球速太快 他這個動作完全跟不上 對西埃羅任意球之後 美妙的弧線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 我們看 這個球就這樣打進去了 漂亮極了 十分死角就是這樣出現的